陈先生每天需要长时间维持同个姿势敲打键盘 两年前开始出现酸麻症状 看了许多医师都被诊断为肌肉酸痛 长时间使用电脑外 陈先生也习惯躺着看书 这也让他肌肉酸痛情形更加严重 到后来手开始出现像针扎般的麻痛 走路平衡出现问题 左脚甚至逐渐萎缩 来到大龄慈苑 这才发现陈先生已经是严重的椎间盘突出 我们椎间盘主要在脖子这边 它的功能是承晒重量 然后可以做出旋转弯曲的一些动作 脊椎的不当的受力 容易造成脊椎的比较急速的恶化 脊椎椎盘比较容易老化 想要避免椎间盘提早老化 医师建议最好一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筋骨 戴新闻嘉义大龄综合报道 高中职毕业之后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